悬疑Movie 不断在月球上开采无污染的新能源亥三并发往地球 男主沙姆是这个基地里唯一的工作人员 他与月能公司签署了为期三年的合同 在基地,他的主要工作便是将在户外工作开采车采集好的亥三能源带回基地 然后再通过传送器发往地球 闲暇时,沙姆通过健身、养花、做木工模型打发漫长而无聊的实践 唯一能与他对话的是一名名叫科里的机器人 幸运的是,还有两个星期,沙姆的合同就要到期 看着早前从公司总部发来的妻子戴斯和三岁女儿换他回家的视频 沙姆更是归心似箭 由于通信卫星被太阳药般烧毁 导致月球基地无法与地球实施通话 他已经很久没有与其而实施聊天了 他最近发回地球的一百多条视频也没有得到回应 虽然回家再忘,可工作还是不能懈怠 这天,沙姆外出取能源 不了驾驶的漫步车不小心撞到了开采车上 沙姆当场昏死过去 没过多久,令人奇怪的一幕发生了 在基地的治疗室里 一名跟沙姆容貌相似的人突然从睡梦中醒来 他的名字似乎也叫沙姆 不仅如此,这个沙姆和出车祸的沙姆 还有着相同的记忆 相同的生活习惯,相同的工作 难道是平行宇宙? 咱们继续往下看 为了区别,我们这里暂时就叫他雷姆吧 不久,雷姆发现开采车出现故障 并停止了运行 他要求机器人柯里打开基地大门 好让他出去看看情况 没想到柯里却百般制止 不让沙姆出去 来自地球的总部这时也向雷姆发出死命令 让他乖乖待在基地,不准乱跑 总部会很快派救援船过来维修开采车 尽管如此,出于好奇心 雷姆还是成功说服柯里帮他打开了舱门 雷姆离开基地,来到开采车处 这时,惊人的一幕发生了 他见到了刚刚发生车祸的沙姆 原来并不是平行宇宙 沙姆和雷姆处在同一时空 十分惊讶的雷姆将沙姆带回到基地 很快,沙姆在治疗室中醒来 当他看到雷姆时,同样有点发懵 这种鬼地方,怎么会平白无处冒出个大活人 当沙姆向雷姆询问情况时 雷姆认为沙姆只是个克隆人 所以懒得搭理他 而沙姆却破口大骂雷姆是克隆人 两人的第一次交谈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不过,同在一个屋檐下,哪有隔夜丑 为了感谢雷姆的救命之恩 沙姆主动和雷姆打起了乒乓球 于是两人握手言和 相处中,两人发现他们的妻子都叫戴斯 也都有一个女儿 正当他们感到奇怪时 地球总部发来讯息 声称派出的救援船14个小时后将到达 起初,沙姆对此有些不解 后来一想,毕竟自己快要回家了 总部派另一个人来接班也很正常 而雷姆却嘲笑沙姆 你就是一个克隆人,本来就一无所有 哪来什么家呀 一心想着回家的沙姆听到这话大为恼火 雷姆立刻向他解释自己做出这样判断的理由 第一,沙姆刚出事故,雷姆立刻就来到基地 即使马上从地球出发,也没这么快到达基地 说明雷姆早就在这个基地了 这个基地可能有密室 第二,对于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来说 克隆人比花时间和金钱不断培养新人要划算得多 对于雷姆的说法,沙姆非常肯定地告诉雷姆 他在这里生活了三年 墙后面有多少土自己都知道 压根就没有什么密室 可雷姆并未放弃自己的想法 他疯狂地在基地翻找 摸遍每一处的边边角角 还因此跟山姆发生了冲突 两人准备大打出手 但雷姆还没有真正动手 山姆就开始吐血 受伤的山姆找机器人科里 确认自己到底是不是克隆人 科里老实交代,山姆的确是个克隆人 他对妻子和女儿的记忆 是山姆原体记忆复制过来的结果 这一次,山姆终于不再回避自己是克隆人的事实 原来他一直心心念念的妻女都不属于他 备受打击的山姆开始放飞自我 伴着劲爆的音乐疯狂跳舞 雷姆有些看不下去了 他告诉山姆 越南公司一开始就在欺骗他们 因为雷姆一醒来时 公司就命令科里将他关在基地 阻止他和山姆相遇 他们坚持让救援队来维修开彩车 只不过是要偷偷处理掉山姆 此外,雷姆苏醒时 无意间发现科里在和地球进行现场通话 这说明基地的通讯卫星并未被太阳要搬伤毁 既然卫星完好无损 山姆在基地为何无法和地球进行实时通讯呢 说明公司在基地的通讯设备中做了手脚 为了证实这一猜测 两人各自驾驶漫步车在基地周边四处搜查 不多时 果然发现离基地不远处有一个塔形天线干扰器 正是这玩意儿阻断了基地与地球的实时通讯 此时的山姆备受打击 当场可血 体力不支的他只好撇下雷姆返回基地 山姆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他开始怀疑这可能也是公司搞的鬼 想到这里 山姆立刻来到控制室 在科里提供的密码帮助下 他成功进入公司数据库 查看了关于山姆这个人的所有档案 原来在他之前 还有四个山姆 他们与他有着同样的家庭记忆 也都和他一样 在快要离开基地时 出现了可血的病症 最令山姆震惊的是 这四个山姆最后都在深度睡眠室里 被焚化处理了 怀着好奇 山姆来到深度睡眠室查看 果不其然 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密室 恰在此时雷姆返回基地 两人便一同来到密室 在那里 他们发现了成百上千个 还在沉睡中的克隆人 每一个克隆人都只有三年寿命 一个死了 便唤醒另一个继续工作 虽然铁证如山 但山姆还是无法放弃最后的希望 那就是妻子戴斯 他离开密室后 带着电脑来到不被干扰器干扰的地方 在那里 他第一次向妻子发出实时通讯视频 结果却更令山姆绝望 妻子戴斯早已死去 接视频的是已经15岁的女儿 而且那个令他朝思暮想的家里 一直都有一个山姆原体的存在 那个家庭根本就不需要他 一切希望都变成绝望 山姆健康状况急转直下 但他和雷姆还必须应对 还有7个小时就要到达的救援队 因为很明显 如果救援队看到他俩同时存在 肯定就明白了克隆人的机密已经泄露 他们谁都活不成 对此雷姆想到一个办法 他趁山姆睡觉时去找到克里 成功说服克里帮忙再唤醒一个新的克隆人 然后将这个新的克隆人杀死 冒充山姆放到那辆出了事故的漫步车上 醒来后的山姆得知这一计划后 觉得这样做不可能瞒过救援队 如果被救援队发现他俩同时存在 一样完蛋 雷姆则告诉他 救援队不可能同时发现他们 因为山姆可以躲进亥三发射器返回地球 得知回地球有希望 山姆又萌生了回家看一眼女儿的希望 此时离救援队到达只剩五个小时 可三小时过后 山姆病情再度恶化 连路都没法走了 最后他把返回地球的希望让给了雷姆 自己则坚持回到那辆出了事故的漫步车里 雷姆听从了山姆的劝告 在两人一同前往发生事故的漫步车时 山姆带着对戴斯的爱慢慢地合上了眼 送走山姆后 雷姆立刻返回基地 为离开月球做最后准备 这时机器人柯里提醒他 在临走前 雷姆必须要将柯里的记忆卡清理一下 因为他的记忆卡里记录了雷姆醒来时发生的一切 如果救援队查看他的记忆卡 所有的事都将被曝光 最后在救援队还有四分钟就要到达时 雷姆成功清除了柯里的记忆卡 并在救援队打开基地大门时 成功通过亥三传送器回到地球 影片最后 返回地球的雷姆 曝光了月能公司惨无人道的行径 引起了公众对月能公司的批判与讨伐 与此同时 也引发了人们对克隆技术的思考与争议 月球是一部只花了33天 便完成制作的小成本电影 虽然在片中月球的室外镜头 都是用模型拍摄而成 但场面做得仍然很逼真 给人以强烈的代入感 导演为了保证内容的科学性 在拍摄完成后 曾放映给美国航天局的科学家看 确实是一部既有诚意 又有创意的悬疑佳作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倾听填诚的讲述 也欢迎大家订阅悬疑Movie 每期带给你一部 情节精彩的悬疑电影 下次见